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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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議程40分鐘 我的主題是 從自我蘭鐵授權觀點 討論Android和Moblin平台的組合衣術 首先Android和Moblin是從Facebook以來到現在 其實很多銀行會有報道 但是考慮他的商業授權 他的應用模式等等 幾乎都沒有從他的自由軟體授權觀點來討論 那基本上因為自由軟體的特性呢 其實你應該要從他的自由軟體授權的觀點來看 你才可以知道他的應用模式 他的商業模式 甚至是不是你們的程式能夠相容 所以呢 站在這個現在這種自由軟體開發的時代呢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學會懂得如何接力實力 譬如說上一場的 現在先生有提到說接力實力 譬如說一個產品一個程式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程式 我們都可以採用自由軟體的程式嘛 貢獻來用 譬如說我們只要保護我們核心的部分 譬如開發車子的話 我們只要保護我們核心 譬如說引擎的部分 那我們輪子其他 就可能用自由軟體方式去組成 這樣就可以打到type market 或是說如果各位寫對的話 也能夠用自由軟體 很快就可以交出去了 但是這個問題呢 來自於說 80%的成果都來自於自由軟體的授權特性 那我反過來說 這個問題就出自於在這80% 如果你的目的沒有跟自由軟體授權的特性 比如說你用GPL的感染性比較強的自由軟體授權 你在結合散步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面臨到GPL的授權特性 要遵照它的遊戲規則來走 你必須要開放你的原始嘛 但是你的目的 如果當時想要採用這個自由軟體的目的 不是想要開放原始嘛 這樣就違背你當作的目的 所以你必須先從自由軟體授權觀點 來去探討 所以呢 在投入開發前 不管是Android、Marvelin或是其他自由軟體授權 你必須要先問問自己 你是否了解該平台上面的遊戲規則 這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很多人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開放出來的程式是否必須開放原始嘛 這是最多人問的問題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這個也很好會呢 主要是考慮分享的方式 然後在我這個議程中呢 將會探討一下 我幾個六個問題比較常見的 Android跟Marvelin平台有什麼差異性? Android和Marvelin平台的開發上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以及我可以散布Android和Marvelin平台嗎? 因為它是自由軟體 我是否可以拿下來修改之後再散布出去 還有自行客製的問題 如果我想要奠基自由軟體開發平台 比如說我想要建立一個很多媒體之前 那我是否可以參考Android和Marvelin平台 我要如何參考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我要如何選擇適當自由軟體授權出來 為基地來開發發出來 那我們從Android和Marvelin的探討 自由軟體特性的探討 我們可以解決這六個問題 然後做參考一舉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沒有前面三位講者這麼有名 所以 自我介紹時間 我是鄭英峰 我在社群ID是AND 底下這兩個我的email 我現在在中央研究院 資訊科技衝訊研究中 自由軟體做法服務 我主要研究是自由軟體授權部分 然後我同時也是台灣漢科年會講師 去年跟今年的講師 然後我也是VDSD 官方中文件的部分維護者 然後我有開發網USB 隨身體的防阻等等的一些 資訊安全自由軟體 這些都是自由軟體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下台回去實用研究 然後先下資訊會研究經濟學 及混沌引擎複雜科學 現在切入正題 這是Google Android的一個圖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這圖上面看到 Google對Android有什麼想法 它想要在一個手持式裝置 手機 一個手機 上面有個地圖功能 我想要收發email 看照片聽音樂 看影片等等這些功能 這是Marveline Intel對Marveline的想像 他認為他希望Lenners的一個平台 能夠具有可依東西 往控的圖式上面 那這兩個平台放在一起呢 其實很多人就會探討說 你如果Google跟Intel到底想要完成把戲 大家又怎麼看待這場遊戲跟戰爭 比如說今天對手 或是你旁邊的同學 如果看到這場在這場 比如說這場 你不適從這個草流 是否會被打敗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那陳設計師呢 就會說 對我開發模式有什麼影響 因為這兩個平台 他們訂購出來的一個開發模式 可能跟原始之前的開發模式 有點不一樣 你也會問說開發難度有什麼 那接下來就是我開發的東西 在上面跑應用程 我是否要開放原始呢 好那對於Google的話 就是問說 被我的商業利益有什麼衝擊 我是不是可以自由散步 我是不是可以拿下來自行客製化 再去辦嗎 以及我是否 這些行為 是否要開放原始嗎 那對於法律研究者呢 就會想要先開這個平台下面搜尋 比如說它感染性的區隔 或是它開放原始的模式 以及它甚至商業模式 那接下來以上面這些問題 都是同等 那我這個議程呢 主要是從法律研究者來看 這個Android跟Muffin平台 去做他分析 接下來的討論是Android這個開發歷史 我們從Android開發歷史 我們從Android開發歷史 可以知道一些自由軟體的公司 比如說Android在2015年7月的時候 併購Android這家公司 一直到2018年10月才開放這個平台上面原始 中間經過三年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它投入人意就是Google Android的開發小組 那它們在這個Android上面開發的 研發的東西 就是Hardware Attraction Layer 跟Dalvik Virtual Machine 還有其他的東西 那它呢也訂購Android 2005年7月 Android這家公司 然後2005年10月也訂購Skia這家公司 它有合作夥伴 Packet Video OpenCode 製作媒體核心處理的部分 還有Joy,Fone,Stammering字型的部分 那它有採用很多自由軟體 例如Lenskernels,Colite,Apache,Harmony,Retype,Webkit,OpenGL,ES,OpenSSL,BSD,LibraryC 它把它改寫成BionicLibraryC 還有等等等等 它採用很多很多的自由軟體去建構它這個平台 我們可以問 如果Google Android不基於這個自由軟體的話 比如說底下列出Lenskernels,Colite,Apache,Harmony等等的話 那其實這個Packet的時間它會拉得很長 這是思考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就來探討組合的藝術 那麼探討Google的奇跡到底是什麼 它如何建構它的Android這個平台 這是Google公佈的一個圖片 Android Software的Stank 從最底層的Lenskernel 還有它上面的Library 再往下走是Application Framework 最上面就是一般應用程式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Android Run-Time的部分 接下來我會以這張圖來拆解 用自由軟體授權管理把它貼上去 做一個對應 讓各位比較容易了解 首先最底下Lenskernel的部分 Google對Lenskernel這邊做了很多的改寫 比如說改了Binder、Driver、IDC的部分 還有其他等等的部分 例如省電的部分 不管Google、Android在Lenskernel層改寫的任何部分 都必須遵從Lenskernel GPL2的授權式 所以這一部分全部都是GPL2 那GPL2呢 之前伊成也有講過 比如說橄欖基特強 這樣率高 例如我這邊統計 ResultFord、FreshMid、CodePax、Google Code 22萬3817個 我記得自己209年6月 這位統計結果 GPL類就佔了88.1 非常高比 比如說你今天選用 任何自由軟體 可能也幾乎佔9成都是FreshGPL 這我剛剛已經課稿了 所以很多廠商 他如果不知道 或是很多開發者 如果不知道這東西的話 他就對GPL2 沒有關注的千萬元 他就進來普通 這樣就沒辦法他借助實力的目的 我們可以說Linus Kernel 其實是一個特殊的變態 Linus Kernel主要開發者 今天精神的意思 Linus Torus 曾經表態寬鬆的允許 應用程式可以不採用 GPL2的授權 這句話很重要 我們事後再回來看好 這句話 什麼銀行意義 接下來再往上走 Library的部分 Library的部分 這邊有提出說 Surface Manage OpenGL ES等等這些 我們現在猜解 Surface Manage 是Google Android上面的圖形 視窗顯示處理部分 這邊是從Apache 2.0 授權釋出 Apache 2.0就是幾乎感染性 然後還有專利授權部分 Google Android他用幾乎 他能夠用Apache 2.0釋出 他盡量用Apache 2.0 也就是說 如果你使用這個 Google Android平台的時候 你除了可以使用它的 程式碼的時候 你也不用顧慮到專利授權部分 如果Google有在這個軟體上面 有專利的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使用這個專利使用權 就盡量讓下游廠商 城市開發者 能夠更清楚的去使用這個軟體 OpenGL ES就是3D處理以前部分 這是NIT授權 SGL是2D處理的部分 SoCoSkia公司的產品 是Apache 2.0授權的釋出 接下來Media Framework 就是多媒體處理的部分 它是用Apache 2.0授權的釋出 它FreeType 自行的產生的一個函視庫 是用Database來授權釋出 SSL 它是採用OpenSSL 這邊也是 Database 授權釋出 SQLite Database部分 Database部分是Public Domate WebKit WebKit 它是有兩部分 有一些程式部分是LGPU2.0 有一部分是BnD的授權 那LibraryC是改字 BnD的LibraryC 它把它改成 要適合遷入式環境 改成名字叫BonicLibraryC 這邊也是 它繼續以下引用BnD的授權 接下來右邊這一部分 Google Android上面執行平台很重要的部分 分成CoreLibrary跟Darvik Virtual Machine CoreLibrary部分是採用Apache的 Harmony的一個Library 那Darvik Virtual Machine的Google 很像它是 等包它一起都用Apache2.0的授權釋出 這時候有人就會很多人去討論說 為什麼Google Android這個平台 不用上的Java 很多人去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也可以討論 因為它也是跟授權的關係 上Java 上Java是商業授權的 上Binary Code License授權 人家說你不用上Java 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它商業授權 但是 其實上Java也有OpenJDK OpenJava部分 為什麼不用開放圓駛版的OpenJDK 這一樣是 如果一樣有採用 只有軟體授權考量 首先OpenJDK並不等上JDK 一個功能沒有完全開源 上JDK很多功能並沒有放到OpenJDK上面 原因有專利技術考量 還有第三方可能是 各種原因 所以OpenJDK基本上 它並沒有實現的多功能 第二個 OpenJDK的授權是 那GPL2的授權加是 PASS EXCEPTION 這個授權釋出 就是說 你今天採用Android這個平台 你在做你的手機開發的時候 如果你對於OpenJDK 如果你對於OpenJDK有效能上的改進 你就必須遵守GPL2的授權 你必須開放你原始嘛 要不然說別人可能也可以用你的 這個改進功能也放到他手機裡面 那大家都一樣 但是Android它今天就是使用說APA設定 那你今天在上面改變 對於Android到Vic 改變任何效能 你都不一定要開放原始 這是一個重點 第三個 那OpenJDK有上標權的效能性驗證的問題 OpenJDK基本上上推出來 所以上面有一個上標權的問題 它是效能性驗證的問題 所以說商量的考量就不順 當然 Google對外宣稱的只有效能問題 就是說它區別說 OpenJDK跟上標權的第一個是 StackBest Virtual Machine 那 Dalwick Virtual Machine是RegistBest Vm 它認為RegistBest Vm對於遷入式 也就是說這種手機硬體 它的效能沒有很強的平台上面 它可以處理得比較好 那對外宣稱說法是這一個 就像我們再繼續往上流 Application Framework 這一層幾乎都是Google寫出來的 所以這一層不管任何東西呢 它全部都是用APA7 2.0的搜尋輸出 最後一層 Application應用層部分 如果程式設計想要在Android上面開發一些應用軟體的時候 比如說遊戲 比如說收發Email的服務 通常都會在這一層 這時候我就會問說 底下都是自由軟體 如果按照自由軟體規則的時候 我在開發應用程式 我可能會跟底下自由軟體做一些點性 做一些行為上面的交叉 那這時候我要怎麼判定我的軟體要不要開放顏色嗎 那基本上Google Android考量這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底下的授權 都是APA7 2.0 都是NID 也是BAT Like 這種感染性很低很低的授權 所以 你基本上在上面開發的軟體 基本上就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不要開放顏色嗎 或是Nigrow Source 這是Google Android的特點 但是呢 很多公司會有人說 呃 你剛剛探討的是上面的 Education 如果我這層的開發程式 解分位 自己Driver 那我的東西是在Linux Kernel層 那我還是會改來 但是Google 其實有提過 我們現在要談一下的部分 Linux Kernel GPL2的授權 我們剛剛講的是這一行 這一行有一個特殊的 以 重點在於 應用程式的部分 Linux Torus 大家看 Dinux Kernel 不會感染到應用程式的部分 在Compute Science來講 應用程式就是User Space Dinux Kernel 的原始碼 你把它展開的時候 它有一個Copy的一個檔案 那裡面就寫這一段 意思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 所以呢 Google剛剛可以做一個 Hardware Attraction Layer的東西 我們剛剛看的示範圖上面 這邊都有這一層 Hardware Attraction Layer 這一層就是專門寫Driver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Audio部分 Camera部分 Bluetooth GPS Radio WiFi 這部分都還可以在這邊 所以呢我決定舉Audio的部分 今天一個Audio的Player在上層 呼叫了 Framework 然後再用JMI部分 跟底下的Library溝通 那今天一個廠商的它的一個核心的模組 就可以寫在這裡 Proprietary Audio Library 你不用再寫在這裡了 Google中間弄一個 Autration Layer的部分 讓你很容易把這邊程式 拉到User Space的部分 這樣就可以促使很多廠商 願意開發它的 願意在Android上面 或是很多程式設計師 他願意在Android的平台上面 開發它的Driver部分 這是Google提出來的一個方法 然後我們談到Google 我們也談到Malgrin的主要介部分 這是Malgrin的一個平台 最底下是硬體 跟Android不一樣的部分 是Malgrin它會有希望綁硬體部分 所以最底下這件是硬體部分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Software的部分 然後最上面紅色部分 是屬於Application的部分 那最下硬體的部分呢 是Intel它會提供 比如說CPU的話就是Atom 它希望Malgrin平台是綁在Atom平台上面 才可以發揮它的效能 那Driver部分呢 因為Intel它提供硬體 所以Driver部分它會幫你Cover 它也說了 如果廠商或是承認開發者 它想在Malgrin上面 它有自己的Virus的時候 Intel也會協助 還有左邊部分 所以Customer 就是客製化部分 其實Intel也幫大家解決掉 那右邊的比如說 Power Management 還有Security部分 Intel其實也會幫大家解決掉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CoreOS 就是Linux Kernel還有System Library的部分 這邊因為還是嵌承到Linux Kernel部分 所以這部分授權比較複雜 Linux Kernel屬於GPL2的授權 Malgrin平台上是說Gnu Library C Gnu Stee的Library 它是屬於LGPL2.1的授權 還有它用Dbus的部分 Dbus的部分是屬於雙重授權 FL2.1還有GPL2的版本授權 所以這一層 光這一層就至少有三個授權 以上 再往上走 Mit Linux UI的Stake 它這邊用了XWindow GTK Library等等 那這邊授權一樣 Mit X11還有LGPL2.1授權等等 那左邊這邊 Master User Interface 它是使用Gnu跟SFD兩套 看你要選擇那一套 這邊都是GPL2的授權 那browser的部分呢 它是建議使用Mosea ByFox Mosea ByFox Triple License NPL1.1 GPL2 OLED或是LGPL2 OLED這些授權 然後右邊部分 Media Player它是用 GS Streamer 就是LGPL2.1 還有Codec的部分 它也提供基本的Codec 多媒體的編碼器 那多媒體編碼器 有GPL更低的授權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考量到 如果程式設計師在Moblin平台上面 開發應用程式的時候 我必須有可能會跟底下的應用程式 做一個行為上的交替 那這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的授權都不一樣 LGPL2 LGPL2.1 也有可能L1.1 等等 很多很多授權 所以這時候 程式開發者 你要必須 你在上面開發程式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量到 你到底跟哪些程式有做溝通 所以這跟Android是不一樣的 因此 上面的應用程式開發 你就必須考量到 你的程式行為到底是甚麼 然後你才可以決定 你到底要不要開放電視 你到底要不要 可能你牽扯到GPL 你是不是就要開放電視 這是一個簡單的列表 Android跟Moblin 主導上來講Android是Google 然後Moblin也是Intel 那思維上來講 Google基本上是個軟體公社的思維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它的SoftwareStake 基本上就只有Software 但是Moblin的話 它是引擎公社的思維 我們可以看看 它底下綁的 還是希望綁Intel的 Intel的 Atom的CPU 等等的架構 那授權上面來講 Android授權是比較明確的 而且它的授權比較簡單 體感染性 Moblin授權就比較複雜 它跟比較傳統的Linux 差不多的 那專利上面的話 Android 比較大量採用是APA-C2.0 所以基本上 專利使用權 是授權給後手的 但是Moblin的專利使用權 你必須去談 看它怎麼談合作 開發的話 Android它就授權Android SDK 當然你還有可能去繞過 那基本上 Android還是提供Android SDK這個開發平台 所以你在上面開發Application的時候 你就是使用Android SDK Application做開發 但是Moblin呢 它很自由 因為它的遊戲規則還遵照以前的Linux的平台遊戲規則 才用這些組成 所以 如果各位習慣使用以前的Linux 就是原本Linux開到模式的話 其實就可以直接翻到Moblin上面用 這是很自由的 你就不用再授權Android SDK 那功能上來講 Android提供的是比較簡易的功能 那Moblin平台是比較強大的功能 我們看軟體部分 兩個核心都是Linux2.6改寫的 Android提供瀏覽是WebKit WebKit 然後Moblin是Mozilla Firefox 然後用程式的話Android是專注在Java上 如果你開發用程式就是用Java Moblin就可以 你可以用CC++ TURL Python Java等等 就跟一般的Linux開發是一樣的 那CLibrary如同Android是用BionicLibraryC 基本上就是閹割版 閹割版的CLibrary 它功能上比較少 Moblin就是Governwood的CLibrary 功能較強大 但是當然感染性較強 Android它提供3D處理型 OpenGL ES Moblin提供是OpenGL 那Codec的話Android用的是OpenCore 一個合作廠商的OpenCore 然後Moblin就是OGG Zera等等這些Codec 這是一個簡單的比照表 那基本上我就說 Android其實就像那一塊錢 它提供的東西 就很簡單 那你馬上組就可以馬上 馬上弄出你想要的產品 但是Moblin它提供的東西是很強大的 比如說 Firebox 或說Dbox 但是它這個東西呢 感染性可能比較強 你必須要學習怎麼使用這些武器 你才可以好好利用它 這樣才改裝供應 左上角是Google Android 右下角是Intel的Moblin 基本上他們都是自由軟體 所以當然你可以 如果你採用Android平台 你想要把Moblin某些東西一直過去化 基本上可以 只要你能夠 重點當然是你能夠 因為一直對程設計來想 本來就是一大兩大 當然相反來講 Moblin平台你也可以把Google 如果你覺得可能某個部分感染性太強 當然可以把Google部分移植過來 當然就是要看一種能力 例如改裝瀏覽器 Google採用是WebKit WebKit這個瀏覽器的核心引擎 也是Google Chrome 目前採用的核心引擎 也是Mac Apple的那個Safari 使用的核心引擎 那Moblin採用是Firebox 授權上來講 WebKit是LGP有2.1 DX是New 那Firebox是有6.1 在感染性來講 因為WebKit有LGP有2.0 所以可能感染性較強 當然還是要看行為上來看定 專利的話 因為MPL1.1它有談專利的授權 所以你在使用Firebox的時候 如果談到Firebox等身專利 就可以有專利使用權 工程上來講 WebKit是比較弱的 但是Firebox比較強的 那外掛插件來講 WebKit比較少 那Firebox比較強 這是基本上的一個列領 但需要注意的部分 是Mozier5.0 你在Ener使用的時候 未受於Mozier的任何商標使用權 如果你使用它商標的時候 你不是把理除掉 就是要另外跟它商標的授權 還有它的DL1.1授權 跟感染性較強 你要看要怎麼去使用它 那編碼器的部分 就多沒提 編碼器的部分 OpenCore跟GSStreamer Android跟Moblin 進來的個別發展 授權是Alpha切2.0 GP有2.0 那剛才的性能在講 OpenCore是比較弱 因為Alpha切2.0 關係 LGP有2.0 是比較強的 那專利授予的部分 OpenCore它本身層次的部分 是有專利授予的 GSStreamer是沒有提到 因為LGP有不提專利授權 外觀來講 GSStreamer比較豐富 但需要注意的是 OpenCore它裡面有幾 Google並不擔保Core Day的專利責任 這部分也需要看它的 那GSStreamer它需要注意 插件授權專利 以及接合的制作方式 因為它基本上是LGP有2.0 所以在上面使用的時候 你必須要注意到 你是否跟LGP有的互動 3D引擎的部分 Android是種OpenGL ES Moblin是種OpenGL 授權部分是 雖然我們這邊看到 OpenGL是SG Ibree Software sd 但基本上它的授權 跟接比比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它們感染性比較弱 那特型OpenGL ES 比較適合遷入式設備 因為OpenGL ES的規格 反正就是比較遷入式 比如說手機 但是OpenGL比較像是 比較屬於強炮 又強的硬體規格 所以它有強大的3D特效 專利部分都沒有提 但是最要注意的是 OpenGL ES 它們認真標障 和OpenGL 它認真標障不一樣 要改裝輕量的資料 或者是A-base的部分 Sickelite or Berkeley DB Nex is own Sickelite 那有些 Python很會習慣用BerkerDB 你一樣可以 有辦法化 有能力的話 你當然可以一直過去 Sickelite是Public Domain Commercial的授權 那BerkerDB 這也是在PapaC點名 或是Commercial的授權 那剛才現在的數字比較弱 那專利 一樣都沒有 那這些改造方例其實都可以 蠻多參考 其實自由軟體還有好多好多好多 你不一定要從另一邊這裡拿過來 你也可以從其他地方拿過來 就自由軟體特性 所以自由改造 所以我們回顧一下問題 這六個問題 第一問題 Android & Marvin平台上有什麼差異性 我剛剛念隨自己的表 希望你可以看到Android & Marvin平台上有差異性 譬如軟體工作思維 因應工作思維 它授權專利有沒有探討的問題 這是軟體的列表 這基本上我把它取回一個方 感謝 一個好的 很多人喜歡那一種 那第二部分 平台上開發需要注意什麼地方 這是Android Software Stack 然後經過授權分析探討之後 上面的 自由的應用程式 如果你這個應用程式本身沒有超到 其他的自由軟體授權的部分 都自己開發 但是你底下的 跟這個Android平台上面的 部分 的行為方式 基本 其實基本上 這個感染性都很低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選擇 你要不要開發有什麼 那是Android 不一樣 但是Malbering是不一樣的 因為底下感染 底下的程式授權的特性比較複雜 你必須來照看你應用程式的 執行方式的行為是怎麼走 你才可以確定你上面是否有open source 但是好處就是 你不用再改變你開發模式 如果你用Android 你就要 基本上就要按照Android SDK的模式走 都可以選擇 第三個我可以做上Android Malbering平台 基本上可以 因為是自由軟體 但是必須注意特授權條款要求 例如GPL廣告 可以跟我們一起談論 我第一次 可以自行客製Android Malbering平台嗎 可以 因為也是自由軟體 但是必須注意自由軟體特授權要求 但是你該寫的部分路是GPL部分 基本上就要存到GPL部分 所以你還是要注意 你該寫的部分是哪一塊 它的授權是什麼 還是要注意 比如我本課我們去GSTREAM 他發現你LGPL的點力 這部分 看怎麼該寫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想要建立 至於自由軟體開發平台需要注意什麼 因為其實很多 成立開發者他也想要奠基於自己的開發平台 例如像上面想要執行的郭媒體平台 比如說我想要這個程式能夠讓其他開發者可以上面簡簡單單 用一些基本操作就可以揮織一些動畫 這也是一個基本上呢 是一個自由軟體開發平台 首先你就要注意到你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不想開發你的事 你就必須小心採取你的自由軟體授權 還有要去分析你程式的行為當然是哪些 所以你要注意採用所有自由軟體授權條款的要求 如果我需要可以參考這樣 最後一題問 如果我羅爾璇的適當自由軟體組合 我記得開發專屬軟體 這是一個很多人問的問題 你就可以參考Android平台 Android平台上面我們可以講 Application的部分 如果你比現行的行為都適用這些感染性比較低的 基本上你就可以給我開發面子 好 結語 現在神的社群應該懂得借力實力 借自由軟體實力請改造之力 可以參考出最佳的開發模式 而關於自由軟體授權的部分 其實可以跟我們來討論 好 免得聲明 我意思是 I'm not a lawyer This is not a legal advice 所以請代表跟觀念 可以把你判斥自己的案例 好 我是Sainfu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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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